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古城最早的时候是始建于北宋的时候 然后后来历朝都进行过修缮和扩建的 可以说是一个跨越了千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称 整个古城它是环山报水的 比较符合传统的选址的 这房子够老了 在米纸窑洞古城的这个小巷子里边 今儿就在大家逛一下这个窑洞古城啊 这每家每户还能看到非常传统和古老的装饰 这个就是被毛主席称为 米纸叶明珠的高明珍旧居啊 这个好早之前的房子 老房子了 其实有些房子还是很有那个特色的 米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米纸县东街小巷 它这个是从最初的宋元古城 然后一直扩大到现在 这个路面都还是那种石砖铺的 全都是上坡路 这个地方 就这个 原本是那个好像米纸的女子学校吧 旧纸 这门也望去全部都是做饭的这个烟呢 在别人家的房顶 它这个砖都是竖着铺的 然后中间那个 中间都有这个下水道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带你走遍历史古迹 看遍各地人文风景